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日凌晨,巴甲繼續展開爭端 到時古亞巴將主場迎戰巴希亞 兩隊目前積分接近,更方都雙差無幾 不妨看好雙方今著握手言和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現場直播 新賽季巴甲已經戰敗13輪 古亞巴和巴希亞分別收獲15分和12分 他們都排名即分榜中下游位置 各式表現坤不如意 古亞巴贏多一場,反觀則是巴希亞輸多一場 雙方整體實力在同一檔次 古亞巴今季發揮系主躍嚇強 他們坐陣主場僅得5分 而且是直到上輪才收獲賽季首次的主場勝利 首席射手迪華臣聯手B丹尼信等人各自見功 帶領球隊三球完成今季不在狀態的三道士 反觀古亞巴聯賽作客卻贏過三場 他們的表現確實怪異 巴希亞則正好相反 球隊作客搶下的積分只有主場一本 要知道球隊總共六次出徵中敢獲一勝 負率卻高達66.67% 陣中能夠在他人地盤取得入球的球員 念念無幾 此外,在雙方過去兩次直接對話中 古亞巴和巴希亞分別戰成0比0以及1比1 兩對都未有能力上映進球的大戰 本輪再次相怨,一場緩和基本可以預見 陣容方面,古亞巴陣中有中場 菲利比奧、古斯圖和後衛烏達爾等人因相決陣 而巴希亞這邊是後衛阿爾魯爾、古斯泰和 和馬高斯維塔等人因相眷勤 多謝收聽,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